这里请我们吴常泰老师 跟我一起示范清醒的呼吸 跟鼻孔交替呼吸法 好,首先我们来进行清醒的呼吸 清醒的呼吸最多只是一进一出都知道 都轻松不费力的知道 一进我都知道 一出我也知道 一进一出 轻轻松松的都知道 知道在呼吸 一口气进来 一口气出去 我不费力的都知道 我都可以让他进来 也可以让他出去 我都知道 虽然知道我选择 不去影响到他 不去干涉到呼吸 让他进 让他出 一进一出 呼吸 呼吸长 短 我都不用去区隔 我最多只是轻轻松松的知道 清醒的知道 不费力的知道 而我不需要 再带来一层的解释 呼吸 长短 好像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最多 我只是知道 有念头 有杂炼 有杂炼 周边有声音 我都不去管它 都可以放过 甚至连呼吸 我都可以放过 最多 只是轻 我轻松的知道 一进 一出 一进 一出 每一天 看可不可以 最少十分钟 十五分钟 睡觉前 轻松的 把注意力 落在呼吸 清醒的呼吸 夜里面 醒过来 或早上 醒过来 一样的 把注意力 把注意力 集中在呼吸 一进 一出 一天下来 看可不可以 随时 都清醒的知道 自己在呼吸 有一点空档 可以休息 或是最多 不在讲话的时候 都可以知道 注意力在呼吸 这时候舌头 舌头 也可以顶到上面 不断的知道 自己在呼吸 一进 一出 清醒的呼吸 也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 我请我们吴老师 跟我一起 来示范 鼻孔 胶体 呼吸化 Alternational Breathing Method 我们首先 把手的动作 看可不可以 练习 手洗 首先我们用大拇指 跟第二个指头 把两个鼻孔 看可不可以压住 放松 同时把它压住 鼻子压住 再同时放松 我们请吴老师 做示范 接下来一个压 另外一边放松 另外一边压 另外一边放松 来交替 请吴老师来轻松的示范 让大家可以 首先 先手练 这个动作 用两只手 指头 压着鼻子 一个放松 另外一个压住 这样子 交替 首先先 先做这个练习 那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用大拇指 压住右边的鼻孔 用左边的鼻孔 来呼吸 呼吸 我们可以数一二三四 把压住 稍微憋气 可以数到十六 把另外一边 慢慢的放开 大拇指 放开 然后吐气 吐气数到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透过同一个鼻孔 我们 再一次静细 一 二 三 四 把这个 用大拇指 把它抵起来 打开另外一边 我们还在数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吐下来,吐出来 吐出来,数到八、四、五、六、七、八 吐,同一个鼻孔,再呼吸 二、三、四 压住,憋气 四、五、六、七、八、九、四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透过另外一个鼻孔 吐气 数八 四、五、六、七、八 透过同一个鼻孔 再呼吸 静息 数四 憋气 十六 吐气 八 然后换另外一边 不断地这样子练习 熟练的话 其实也不用数 记得就是 记得就是 吸气 吸饱了 憋气 看可不可以 停留四倍的长度 跟静息来比较四倍 吐气 吐气 是静息的两倍 长 看这样子 不断地 也就是把吐气拉长 憋气更长 吸气 吸气的时候是最短 可以用自己的速度来调整 不要做到头晕 或是过度的呼吸或是吐气 越轻松越好 记得这个练习 就像你看 吴老师在继续做 用他自己的步调 越轻松越好 再一次说 静息 角入我们的长度 把它成为是一 那憋 接下来憋气 是四 吐气 是二 一 四 二 这样子 这种比例 不断地交换 交替 鼻孔 看可不可以做 最少五十次 做个十分钟 假如没有十分钟 看最少可不做个五分钟 睡觉前 刚起来 一天几次 他可以帮交换 不交换 找回到最均衡点 让身体放松 帮助我们面对天下来 包括睡眠 你看 你看 我老师 他的动作 不断地交替 交换 鼻孔交底 好 这样子不断地练行 做了几次 你会发现身体就放松 一分钟 一分钟 可以做将近两次到三次 慢下来之后 呼吸自然会慢下来 一分钟就做两次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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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惊喜四秒 憋气十六 吐气八 加起来二十八秒 这一分钟 两次 两次多一点 当然 你刚开始做可以 步调快一点 没关系 配合自己的 状态 放松的状态 不断地交换 找出自己的 补丢 好 好